大家好,我是老白 今天很荣幸的给大家介绍 这台我们期待已久的 装置了2023年全新英特尔低功耗CPU N100的 Mofan模仿M9 谢谢Mofan提供这台最新的迷你电脑 让我们能在春节前就能一窥N100这块全新CPU的性能 在正式介绍N100小主机之前 我们介绍一下近期发布的英特尔低功耗CPU 2023年英特尔将低功耗CPU统一在N系列旗下 不再有奔腾和赛阳 它们分别是8核的i3、N305和N300 4核的N200、N100和N97 以及双核的N50 它们的DTP功耗和且都如上表所示 注意,新的低功耗CPU只支持单通道内存 我们来做一个心理预期的调查 大家对N100CPU的性能期望是怎样的呢? 是超过N6005? 还是超过7505? 还是大幅超越它俩呢? 顺便提示一下 我们已经在上周五下午 开源了我们多年以来 对于迷你电脑CPU性能测试的相关数据 其中最关键的CoreMark数据 它不但能纵向比较不同CPU的性能 还能横向比较相同CPU的 不同厂家配置的出厂性能 比如小米米粒主机和英特尔NUC华尔街峡谷 都装置了i5-120P 我们可以很直观地看到 华尔街峡谷的出厂性能 好于小米米粒主机 这和我们两台机器实测各种指标相比 基本一致 再比如我们测试过的 同一厂家的HX90和HX90G 都装置了Ryden 9 5900HX CPU 但它们的出厂性能释放是有差别的 HX90G明显比HX90性能释放更好 这和我们的实测是一致的 通过这张表 我们能比较直观地比较 不同CPU的出厂性能表现 也能够大致直观比较 相同CPU的出厂性能表现 希望开源这张表 能给我们的朋友们收集数据 做购买决策的时候 带来更好更直接的帮助 我们会在每个季度一号或之前的几天 更新上季度新测试设备的数据 在这之前可直接访问相关测试视频 获得最新的数据 好了 回到Mofine Mofine M9 它装置了4核的N100的Intel CPU 24EU的Intel UHD核显 16GB的DDR4内存 PCIe 3.0 NVMe接口 双HDMI的4K60核子显示输出 2.5G板载网卡和WiFi 6 打开来看一下 这就是主机 114x106x43 只有0.5升的超小体积 主机和所有的配件都在这里了 HDMI线揽 显示器背架和螺丝 说明书 这块电源12V3A 一共36W功率 电源适配器大小比主机迷离 我们把小主机拿到手上 真不大 机身接口 前面板 双USB3.0A口 电源开关键 后面板 12V电源接口 HDMI接口 耳机接口 2.5G网络接口 双USB3.0A口 又一个HDMI接口 两进一出的通风结构 我们要打开后盖 把机器拆开来 卸下4颗螺丝 轻轻撬开 我们来看看都有哪些接口 单通道内存插槽 上面插了一个16G的音锐达内存 这里是NVM1接口 美光512G NVM1 SSD 下面有无线网卡 英特尔的X201WiFi6网卡 这里是一个M.2SATA接口 好了 再没有其他接口了 我们把它复原装回 这就是我们要测试的 Mofan M9 N100比里电脑 M9的HDMI接口 能够输出4K60Hz的 8bit RGB非压缩信号 满足HDMI2.0的标准 我们来玩游戏 英雄联盟 1080T中等花质 最后大团战 接近50帧 这台低功耗小主机 也可以流畅地玩一下 英雄联盟 接着我们看看 英特尔UHD核显的强项 视频解码 是的 它最高能硬解 本地8K60帧AV1视频 CPU平均占用13% GPU平均占用95% YouTuber 8K60帧AV1视频 流畅播放 CPU平均占用50% GPU平均占用90% 接着我们进行CPU测试 CPU-Z多线程1314.4 单线程381.4 同比一下N6005和7505 这个差别有点大 GECBENCH5多核2756 单核1009 继续同比N6005和7505 7505的单核还是强的 因为它只有双核 CPU-Z223多核2986 单核948 继续同比N6005和7505 N100的多核强多了 PASMAG多线程6068 单线程2069 继续同比N6005和7505 N100的多核还是强 综合上面的比较 N100的多核成绩 把N6005和75005 远远地甩在了胜后 最后看娱乐大师 总分是138359 CPU得分171752 稳定性是仅次于性能 我们最关心的问题 打开AIDA64 跑FPU单烤的压力测试 CPU一条直线稳定在10瓦左右 CPU频率在2.8G和2.9G之间载幅波动 整机功耗25瓦左右 温度也缓慢升高到72度 我们运行单烤了20分钟 机器一直没有任何变化 仍然是按我们上面的情况运行 稳定得很 硬盘测试 单通道内存 叠加PCIe 3.0X2 也就只能跑1500Mb 我们还测试了小主机的WiFi网卡 这次是英特尔X201WiFi6无线网卡 跑上了800兆BPS左右 这么小的体积 在我的无线网络环境里 算是不错的了 2.5G网卡 我们也使用了PyperF3 测试了内容性能 不论单线程上传下载 还是多线程上传下载 都跑到了接近2.37G 跑满了带宽 这块2.5G网卡 没有兼容性问题 Mofan M9 装置了最新的低功耗N100CPU 在Windows下的功耗表现如下 Windows下带机功耗8.3到9.1W CPU-Z最高功耗22.97W DKBENCH5最高功耗27.63W CENI BENCHIEN R23最高功耗26.02W PASSMARK最高功耗26.78W 娱乐大师最高功耗30W 室温48.6摄氏度的时候 CPU带机温度39摄氏度 SSD带机温度56摄氏度 FPU单考的分贝只有40多 算是非常非常安静了 保留节目 是我们给N100运行 OpenW测试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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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ES 563535 XX220 290,361035 CORMARK 10万 223 在最重要的CORMARK成绩上 它直接超越了任何以前的低功耗小资机 而且是大幅超越 是我们在低功耗CPU中测试的最高值 直接迈进了高性能小主机10万的门槛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低功耗CPU 跑出了高性能的成绩 它已经完全接近了i5-6600T的数据 跳跃式的爆炸性的进步 N100作为今年的主流低功耗CPU 它对标应该的是去年的N5105 但提升的幅度却让我们瞠目结舌 Mofine M9是我们测试的第一台的N100的CPU的小主机 让我们领教了N100的强悍性能 即便它的内存只有单通道 即便它只给了2X的NVMe NVMe的硬盘速度只有4X的一半 我仍然认为这是一颗里程碑式的英特尔低功耗CPU 它踹破了10万的COMAC门槛 在以前的低功耗CPU里 强到没朋友了 它满足了我们对低功耗小主机的最高需求 即便它只有24EU的核显 打不了傻游戏 但英特尔把8K AV1的解码 下放到最低段的低功耗CPU 这让我们这台M9的低功耗小主机 也具有能硬解8K AV1视频的性能 低功耗小主机具备了高性能 开始了往上的融合 作为小主机本身唯一的缺点 我认为所配的这块美光NVMe烧热 以前Mofan M6我们也测试过这块SSD 当时比我的SN730高了12度 所以买到准系统的朋友 可以更换温度更低的NVMe SSD 另外 英特尔的ARC文件里 指明最大的内存是16G 但我看到模范网站 却有32G的配置 玩虚理界的朋友们 可能需要看看更大的内存 是否能安装在单通道插槽上 等我拿到我的单根34G内存 我也给大家测一下 看过本视频的开头 我们知道N100只是今年低功耗CPU中的第一个 接下来的一年里 我们会接触到各式各样的新型比例电脑 各式各样性能不熟的新CPU 让我们一起来愉快的玩耍吧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我是老白 谢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